主动时慈善关怀之外 慈禧巨公也特别为许许多多 在这次大地震当中受创的寺庙的重建 付出新力 像是位在年族的无影寺保靖安 这边就是因为一场大震 让寺院里面的所有建筑都被镇垮了 现在完全看不出原来寺院的轮廓 原本来住持着师父 心情也相当的沮丧 但是当看到了志工送给他的禁思雨 才因此整个转业豁然开朗 现在他们说要用正言上人的好话 来教导信仲重新恢复信心 也让寺院里面的信仲跟义工 大家再度有了一个共识 有了凝聚力 当慈禧之工为寺院盖好了简易屋之后 大家立刻把它围置成佛堂 继续在这边恢复佛法的修行和弘扬 工作 踏着碎砖破瓦 无影寺保静安住持圣和师父 指着眼前废墟般的空地 努力比划 向我们拼凑原来寺院的模样 虽然大地震造成的损坏 已经完全看不出寺院的轮廓 但回想起寺院的历史 圣和师父对于脚下的一砖一瓦 仍有着满满的感情 很多年前 敬仲修这个稻场 又是荒灾 又是病灾 就是文娱很多 很多就是不该了 大家放弃了 一天晚上 这个井里就冒石头出来了 四十八根 不大不小 四十八根 就是这样修起来的 寺院悠久的历史 造就不少民间的典故传说 因此当圣和师父看到寺院 在地震中几乎全毁 失落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直到在成都医院 碰到前来关怀的慈禁人 看了当时志工结缘的静思雨 心境才有了转变 我说圣人他真了不起 他教导有分 教人 做人 我就是这样道成 有个女王 我就在看他的道理 看他的思想品配 为什么不像他学习呢 重新检视过去自己 对新建寺院追求的执着 圣和师父说 他仿佛恍如隔世 了误了佛法的真意 就天垮了 只要有人在 有思想有精神 不是学道场的事 而且做人要把人做好 这个道场是次要的 这个道 这个人 这个心才是大道 修寺院不如先修心 静修的动力 无形中也感染了临近乡亲 让大家决定继续跟随师父 延续寺院学佛修心的精神 欢喜迎接新佛像 大地震后 此季远近的简易屋 就成了一心追随师父的乡亲们 延续寺院的新起点 在全岛的建筑中 大家齐心合力 打造新佛堂 安坐佛像 好不容易将新做好的三尊佛菩萨像 安坐完成 也让简易屋 顿时装严了起来 虽然新建好的佛堂 少了原寺庙建筑的古仆 但却多了份人情味 让大家在亲近佛法的同时 也能记起灾难中 彼此的互信和互助 好看 好看 感谢